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9.5粒方糖 也就是说虽然它是糙米 虽然它是白饭的原型 但是它还是有很多糖在里面 那如果你把这碗饭煮成稀饭的话 这个糖 你现在看到这些糖 它分解的速度 在身体面分解的速度就加倍 就更快 所以如果这个是一个 一般饭的震荡血糖的情形 就是你如果没有跟着有肉有油的东西一起吃它的话 它震荡血糖情形是这样 如果你吃的是稀饭的话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它速度就更快 它上去的更快 下来的也更快 血糖震荡的就更厉害 好 如果你现在在这个稀饭里面再加白糖的话 或是任何糖的话 它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我知道你们有非常多人喜欢吃稀饭加糖 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 那我们吃这么多糖又怎么样呢 你如果吃这么多糖 却没有跟着有油有肉的东西一起吃的话 血糖一震荡 当我们的血糖一下子上升太快的时候 你的肾脏就会造成过滤不及的问题 什么意思 你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三个圈圈 像心脏这个东西 其实是肾小球滤过膜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一边 就血液经过这边在这里过滤 那在这边过滤的这个东西 过滤出来的东西有哪些 就是我们不要的废物跟血糖 但是因为血糖对我们非常重要 所以血糖其实会在B这个地方 在全面被回收 所以糖这个东西 血糖这个东西 是在这里百分之百被回收 可是如果你吃东西像刚刚那些东西 就是你一下子 血糖升高太快了 这个时候 血糖量就会超过最大回收量 就是我们身体能够回收的量是有限的 但是你现在血糖量太大了 它就超过这个量 那就造成renal threshold 这个就是过了这个值 那你的尿里面就会开始出现糖 接下来这个地方就是进入这个膀胱 就是变成尿 现在糖因为回收不及 所以你现在尿里面有出现糖 正常的尿里面应该是没有糖的 所以现在就造成了糖尿的这个问题 这是为什么我们叫糖尿病 因为当你的糖过量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在你的尿里面 那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糖出现在尿里面 怎么会伤到肾脏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肾脏这个过滤的地方 我们可以比喻成这个 我们洗菜这个篮子 过滤的这个篮子 滤水的这个篮子 那当我们这个沥水的篮子 要通过血糖跟肺物 但是血糖量特别大的时候 现在量非常的多 肺物就被挤在后面 因为糖要都要快速出去 肺物就有很多肺物就会出不去 因为糖量现在太大了 那当我们的这个糖量太大 要赶着出去的时候 肺物被留在血液里面 它就又回流到血里面 因为它现在滤过不出来 那其中一个肺物 就是肌酸肝 就是这个肌肉使用的代谢物 那叫Cretinum 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拿来判断 你现在肾功能情况怎么样 所以当你的肌酸肝开始上升 就是因为你血糖太多 它一直赶着出去 但是肺物就堵塞了 就出不去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过滤的东西都是有 这个过滤的量 就是它也是会塞车的 所以如果血糖量太大 肺物现在出不去 肌酸肝就会在血液里面开始上升 这个就表示 你的肾功能开始下降 这是为什么肌酸肝 用于决定 它这个指标 这个指数是拿来决定肾功能的 就是告诉你 你的肾功能现在情况怎么样 所以当你的肌酸肝开始上升 你的肾功能就已经开始下降了 好 那另外一个 我特别要提醒你们是 这个糖如果被药物代替的话 就是说你现在使用的药物太多了 就是因为药物也是要被代谢出去的 因为如果我们的药物不被身体分解 然后代谢就是走出去的话 排出去的话 它会回到血液 它就会让你的血液变有毒的东西 就会毒害身体 这是为什么药物一定要靠 很多药物是靠肾脏被排出去 有些是靠肝脏走胆排出去 有些是靠肾脏 那你的药物如果过量的话 这个情况也会产生 你也可能会造成肾功能下降 好 我们接下来讲 你的微血管其实会受伤 如果你血糖震荡的话 你的微血管会受伤 你的微血管怎么受伤的呢 我们知道当我们的血糖大量高升的时候 就一下身高在血液里面太高了 因为我们就是坚持要吃 单独吃一根香蕉 坚持要单独吃一根地瓜 或者是坚持要在稀饭里面加糖 那现在糖太多了 现在我们的糖在代谢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二氧化碳 当你的二氧化碳溶于血的时候 它是呈酸性的 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东西 有腐蚀的作用 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们腌肉都是用醋啊 或者是用酒啊 这些东西都是酸性的东西 它会让蛋白质变软嘛 就是会腐蚀 那这个腐蚀呢 就会造成血管壁的受伤啊 那我们的身体里面 就是血液经过这个地方 血管壁是肉做的嘛 就是蛋白质做的 那现在它是会受伤 就跟我们在身体外面受伤是一样的 当你的身体外面受伤的时候 你是会结巴的哦 如果你身体血液里面 血管里面是血管壁 现在是受伤 这个血管的这个墙壁 现在如果受伤 因为酸血会腐蚀它嘛 就会让它变得越来越薄 它开始受伤的话 胆固醇就必须要拿来 修补血管壁哦 就里面也会开始结巴哦 不是只有身体外面会结巴 血管里面也会开始结巴哦 当你的血管开始在 这个是一个肾脏的微血管 你们看肾脏微血管有多少 为什么有这么多微血管呢 因为你的肾脏 是专门拿来过滤血液用的 所以它一定要经过最小最小的血管 它才能够被过滤出来哦 那这是为什么肾脏有这么多微血管 所以你每次在吃肾的时候 这个腰子你买回来的时候 都是冲血的哦 就是因为这么多这么多血在里面 那如果你的肾脏的微血管 开始结巴 就是因为刚刚我说的 这个微血管受伤 它开始到处结巴的话 你现在肾脏的微血管 就会因为结巴而堵塞哦 你们这边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个血管 是有堵塞的现象哦 所以它就会到处开始结巴 然后你的肾脏就会到处 这个微血管就会到处开始堵塞哦 那微血管堵塞又怎么样呢 微血管堵塞就表示 你的血液 血流进到这个血管的时候 因为有堵塞的现象 所以流出来的这个血就不是那么多了 也就是说现在血流过滤的这个情况 这个过滤的情况 就不是最好的状况哦 因为它能够过滤的就比较少 它的这个过滤的效率就比较低哦 因为它现在血流中间是 血管是被堵塞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哦 那如果有这个情形 你会造成 也会造成肾功能下降 所以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的微血管已经受伤了 那怎么来的呢 就是因为你坚持吃稀饭要加糖 或是坚持要单独吃一个地瓜 或是坚持要单独吃一根香蕉哦 你就是不觉得这些天然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有糖呢 好 最后一个会造成肾功能下降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血压不稳哦 我们都知道我们 这个当我们的水量下降的时候 就是我们喝水的水量下降的时候 就等于血量下降哦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的血里面91.4%都是水哦 所以当你不喝水 或是喝一大堆脱水的饮料 比如说茶啊 咖啡啊 你每次喝一杯咖啡或一杯茶 你都脱一杯半的水 也就是说你的身 你的肾脏要让一杯半的水走掉哦 你的这个 这个水量就开始下降 身体里面水量就开始下降 那你的血量就下降 也就是说现在你血液是不足 好 当我们的这个 血量不足的时候啊 就好像 这个血 血液在管子里面 这个血管里面 这个循环 但它现在量不足的话 就会造成血流的问题哦 所以现在 我们的这个管子 就会靠收缩 血管荷尔蒙 叫 呃 全固酮哦 叫 Odostrum 这个东西 它就会开始叫 这个血管开始 呃 管子缩小啊 那管子缩小什么好处呢 这个时候 原来的这个不足的血液 就会因为这个空间缩小了 所以这个现在的量 就变得足够了 所以血管是会 开始收缩 是因为 呃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 你的这个血液 现在是不足的 是脱水造成的 好 当我们的这个 呃 血管开始收缩 你就看一下 在这个呃 这个肾小球 呃 过滤膜这边 这个血管 左边这边的血管 开始收缩之后 血流就开始 呃 变少了 当血流变少的时候 这个过滤的压力 就不不够了 就是因为 我们这个过滤的时候 都是要靠水压 这个压力 这个冲过去 它才会把东西滤出来 那现在如果过滤压 开始不足 也就是会造成 肾功能下降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吃 才可以保住肾呢 呃 第一件事当然就是要减糖 就是你原来吃多少糖 现在就开始减少它 你就会发现 你的肾功能开始恢复 呃 呃 你要加水啊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你脱水的时候 这个呃 因为血管会 呃收缩 会造成这个过滤压不足啊 所以你要加水 但是你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现在要你们喝水 不是要你们一口气 全部把它喝完啊 你如果一口气 把一天所需要的水 全部喝完 就好像你一次 呃 把三天 呃 一天的三餐饭 都一起吃完 一样是有伤害的 我现在是说 你慢慢补水 每天 呃 一整天 小口小口的补水 你渴了就喝 渴了就喝 一定要做到这件事啊 但是不要一口气 喝很多水啊 就是要听身体的话 然后渴了就喝 渴了就喝啊 那另外一件事 你们要记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你们一定要念自己的 药物的说明书 了解它的副作用啊 如果这个副作用里面 是有影响肾功能 一定要跟 呃 医生 这个呃 呃 一起商量 要怎么样处理这件事啊 要不然 呃 你们一直不停的吃过量的药 就跟一直不停吃过量的糖一样 是对肾脏有害的 好 在我 第一本书里面的222页到227页 呃 有讲到肾功能啊 那我们都希望 这集诗课教室 可以让 呃 这个 还没有进洗肾中心的病患了解 其实 肾脏的功能问题 是你吃出来的 既然是你吃出来的 那你也可以因为修正饮食而改变你的肾功能 如果你喜欢这集诗课教室 请不要忘记在呃影片的下方这个这个地方呃 做订阅的动作 那我们就下集诗课教室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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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